一部看见台湾纪录片让大家看见了这个南投清净农场的问题 在这里呢总共有134家民宿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呢合格的只有4家 包括了花费10亿建设9年的豪华欧洲民宿 老英格兰都在不合格的名单当中 另外这个售果仅存只有4家合格的民宿 目前也被列为是地质灾害风险区 消息公布之后清净业者的生意大受影响 宛如豪华欧洲建筑的宫廷这不是在英国 而是在台湾在清津农场海拔1700公尺 号称云端上城堡的民宿老英格兰 现在遭点名不合格 小板不在耶 他有什么时候会来 我不清楚耶 所以这样子的话你们最近游客有受影响吗 游客 对啊游客来有没有退房 如果是订房的状况 我不清楚耶 根据空拍画面老英格兰就建在陡峭山壁上 花了9年完工的旅馆 现在割的是主轴设计的钟楼 尖塔城市花园 通通出现了问题 这钟楼跟尖塔耗资了将近11元才完成 不过现在因为超过容积率10%的标准 也被列在违规范围内 两年前被举发停车场占用道路已经被拆除 而同样也是欧峰建筑的香港里 啦空中花园也在不合格名单内 不合格的部分应该都有 这是事实 比如说可能有多了一些范围 可能原本可以比如说10% 但是可能有多盖了一些这个好像蛮多的地方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形 受到影响是事实啦 清静民宿有134家 合法的有102家 唯一完全合格的民宿只有4家 长白山农场 丰田农场 真谷度假山庄 山海庄 但坦言神隐也受到影响 当然我们都受影响啊 这是那么频繁的地方 他说我们这个威权 我说我不知道他是用什么 他是用什么来告诉我们 看见台湾纪录片见到清静的忧心 但美景漂亮民宿 吸引络艺不绝的游客上门 清静发展何去何从 应该有更妥适的配套做法 记者王一超 业影SNG小组 南投报道